鸡蛋打好,放在碗里 根据人多人少,自己看着来 我做饭喜欢把一天的葱都切成那里放着,备用 首先把番茄切成小钉子 第八给它扔掉不要 番茄炒上滋汁 好了,番茄都切好了 我是用的六个中等大的番茄 因为我要炒六个鸡蛋 我是这样配的 大概就是50% 我现在在澳洲,这里都是用的电炉 就没有家里的那个液化水油器啊,那个火大 所以,那个要等那个把锅烧热,油烧热再加起来 好,就吃这样 好,就吃这样 嗯 炸饭可不可以? 好了 油一定要烧热 这个油不是很多 把底下给蒙着就可以了 这个枣鸡蛋是很关键的 特别是少油 看着这么多油 但是鸡蛋其实是不吃油的 过程里就是不要搅动 一搅动了 油都被鸡蛋吸进去了 那就是吃了太多的油 我们要少油健康 这个油已经烧热了 现在要把鸡蛋倒进去 我一个人吃了 所以我倒了再拍 鸡蛋就炒进去了 注意不要翻 不要动 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再翻面 一动的话 油就被鸡蛋吸进去了 差不多了 我们来翻面 我翻了一个 就像那个炕饼这样的 把它整个翻出来了 翻到里面 也不要动 继续看 你看旁边的油没有 鸡蛋都没有 把它吃进去 等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多的油 锅里面 鸡蛋炕的又香 它又不吃油 这就是关键的 我们看鸡蛋里面的油 你看到没有 还是那么多的油 鸡蛋里面几乎就没有什么油 但是它又香又已经炕好了 把多的油 把多的油再放到油锅里面 OK 我们再下来接着炒西红柿 再把西红柿下锅 再炒 一开始先不要给盐 因为一给盐的话 那个水就很多 就这样先炒一下 炒到差不多了 然后再给 再给那个生抽 给一点盐 再给点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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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里面 这样子里面 哦哇 里面 它就感觉 这样子里面 就这样子里面 好了 刚才炒西红柿做好了 起锅之前 给点胡椒粉 少给一点 再给点葱花就可以了 装盘 好了 好了 你看 多漂亮 颜色也漂亮 进去 吧 好 ід